就这位女同事 有冰镇的绝不喝常温的 有常温的绝不喝热的 温水不好喝 那我就让温水变得好喝 外面卖1块钱2片的柠檬片 整颗柠檬加水 用盐力搓洗干净 再用清水冲掉 去头去尾 去片去紫 开始煮 10个柠檬加300毫升清水 等量的冰糖 中火加热煮冰糖五花 再加刚才一半的冰糖 一小勺盐煮至粘稠 粘稠后转小火熬20分钟 完全浓稠后 准备烤盘 铺上柠檬片 火香100度100分钟 浓缩汁放密封罐煮存 放凉后装罐 威尔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这比油脂糖好喝多了 没有韩式辣酱也能做的炒年糕 鸡肉和食 好 鸡面炒年糕 调一下酱汁 15毫升两勺为准 两勺辣椒面 两勺别糖 一勺生抽 一勺蒜泥 一勺蜂蜜 可以省略 但是颜色会好看 然后是加一包火鸡面的调料 准备一张芝士片出国前放 搅拌均匀 200克年糕 倒600毫升冷水 大火烧开 这么做的话 没有火鸡面那么辣 但是比炒年糕稍微辣一点 普通炒年糕 就你会强大 水开后调中火倒酱汁 不能浪费 喜欢吃炒年糕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 不好吃过来找我 你们再撑住 嗯 放入方便面煮5分钟 什么 没有火鸡面 来大金小金直播间 8月28日晚7点半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他们在开生日party 我第一次见我在外面开生日party的人 真是快乐 很想在外面 趁老板娘在变身春姑娘 迅速做两种便当 先做我的培根芝士饭卷 饭里倒上芝麻香油 再把饭捏成寿司的大小 再把芝士片切成三片 拿出培根 放上一根芝士 再把饭卷卷起来 卷的时候稍微宽松 一些培根会缩 锅中不加油 把饭团煎一下 中火把各个面都煎熟 这个是我的宝藏菜谱 培根的烟熏香味 芝士的奶香味 果在饭里上的芝麻香油香味 层次感相当丰富 不建议做牌 都因为有点硬 开始做老板娘的金枪鱼饭团 金枪鱼罐头 加上蛋黄酱 搅拌均匀 揉碎海苔 加上金枪鱼 包起来 给饭团贴上直尿裤 准备一些水果 饮料是超好喝的红薯拿铁 具体做法可以参考小金小金 闻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甜品菜谱的福利来了 学到了一个用微波炉 做驱动饼干的办法 这个我不会翻车 金热甜品 巧克力取芹 60克室温融化的无盐黄油 捣碎 50克白糖 5毫升量稍微准 半勺盐 搅拌均匀 打入一颗鸡蛋 半勺香草精 搅拌均匀 150克低筋面粉过筛 一勺泡打粉 加入10克可可粉 搅拌均匀 加60克巧克力豆 揉拌均匀 耐高温容器 铺上油纸 哦对 更正一下上期视频 没有烧烤功能的微波炉 不能使用锡纸 给大家带来混乱 非常抱歉 面团揉成6个小球 把球揉成曲奇的模样 哇这个很解呀 就请老板娘一起 按上巧克力豆 这个你都懂事 微波炉先盯100秒 根据大小我们多盯了1分钟 拿出来放凉20分钟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给老婆做饭的男人